66条经典禅语 侠客文章1点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2点 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 你放不下 3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 4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 不论它有多坏 甚至它伤害过你 你一定要放下 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5点当你快乐时 你要想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时 你要想着痛苦 也不是永恒 6点 今日的执着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 7点 你可以拥有爱 但不要执着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 8点 不要浪费 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 9点 你十磨时候放下 十磨时候就没有烦恼 10点 每一种创伤 都是一种成熟 11点 狂妄的人有救 自卑的人没有救 认识自己 相服自己 改变自己 才能改变别人 12点 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 不满人家 是苦了你自己 13点 一个人 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 14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 10